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负责主持 同时由本会徐亚芬委员在场监督 首先请代表主办单位 中央选举委员会 向各位观众和亲之前来参加证件发表会的 各位候选人表示感谢 在证件发表会正式开始之前 先将本次证件发表会进行程序 及注意事项向各位说明 第一 电视证件发表会进行之程序 是采取三轮方式发表证件 每一轮每位候选人发表证件时间为十分钟 时间届满前三分钟 按铃一短声示意 时间届满按二长声 请结束发言 第二轮和第三轮证件发表的时间 和进行方式都相同 时间届满候选人应及结束发言 不得以任何理由请求延长 如任不停止发言时 主持人会立即制止并不予播出 第二 候选人应一抽签号次顺序发言 不得要求提前或延后 请主持人唱名三次 任为上台发表证件者以弃权论 第三 候选人发表证件时 如有违背公共秩序 善良风俗之行为 主持人应与制止并不予播出 现在向各位介绍参加政见发表会的三位候选人 抽签顺序第一位候选人柯文哲先生 第二位候选人柯文哲先生 第三位候选人赖清德先生 现在开始进行今天的证件发表会 首先请第一轮第一位候选人柯文哲先生 发表证件 时间十分钟 请发言 各位全国乡亲的父老兄弟姐妹 电视机前还有在网路上看直播的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首先要来讨论一个国家百年大剂 教育 台湾的教育是令人担心的 因为当前的教育上市了以下三个功能 第一 无法促进社会阶级的流动 在以前不管你的出身如何 你只要愿意努力 你就有机会在这个社会当中力争上游 但是现在在目前的升学制度之下 求人家的小孩子反而没有更好的机会 第二 无法学与自用 在台湾目前是缺工跟低薪并存 理论上缺工就应该会高薪 总会低薪 这表示说我们学校教出来的学生 不符合社会企业上的需要 所以这个有学用落差的问题 第三 无法接轨国际 我们台湾的教育国际化程度还是很低 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仍然不足 教改30年只讲多元 系统混乱 在目前的升学制度之下 社经地位比较高的家庭的小孩子 信念台大的距离 比那些弱势家庭高了六倍 为什么台湾的教育不再平权 台湾的教育不再提供弱势的孩童 有一个翻身的机会 双语教育只讲愿景 但是没有入境 赖兴德副总统在2017年担任行政院长时 喊出了2030双语国家政策 但是师资跟教材并没有完整规划 导致基层老师家长恐慌 我想你自己应该都会承认 这个执行不利吧 108课纲上线以后 引起各种混乱 连北云女的老师也在批评 这是一个学生老师 及国家三叔的改革 台大电机学院张耀文院长表示 108课纲新生的基础学科成绩 包括危机分普通化学都严重退步 但是学生的负担压力有真无减 台湾的经济体大于香港新加坡 可是香港有四家大学 新加坡有两家大学 在世界排名是100名内 台湾只有台大 我而进我而不进 这表示台湾的高等教育 竞争力是明显不足的 未来十年 台湾将有40所大学要倒闭 超过6000名老师会失业 这不是一句做功德就可以解决的 市立大学学生每人每年补助3.5万元 但是这个可以解决 市立大学即将倒闭的问题吗 事实上民进党在执政上面 在教育方面最大的问题就是 意识形态 大举介入教育 政治力公然介入大学的自治 因为政治卡管案 我们很难理解可以让台湾大学两年没有校长 搞掉三个教育部长 无法理解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临世间的论文抄袭案 在国外 抄袭论文是要下台的 在我们台湾竟然是全党救一人 然后还跟台大对答 至于其他抄袭的装作若无其事 继续升官 这是品德教育最烂的示范 抢救台湾的教育 抢救被教改牺牲的学生 导师跟家长 我要一 解决108课纲的困境 简化学习历程 学科考试 纳考 国英术 不再一次定江山 教育是穷人翻身的最后机会 升学制度 不一样反而 反而剥夺的弱势学生的机会 第二 高教改革 台湾目前高教的支出 占GDP的0.39% 远远不及美国或其他先进国家的1% 因此 我要提升高教的支出 提升教育的薪资 让台湾可以有更多的大学 进入世界排名百名之内 即将倒闭的四十间大学 政府应当全盘规划 协助私校 的团队转型 我要延长医务教育 向下延伸到五岁的幼稚园 向上延伸到高中职的准医务教育 我们要建立12加1 医务教育制度 符合世界先进国家的发展趋势 关于双语教育 我担任台北市长时 推动双语教育 它是有具体的实陈表 按部就班 师资教材都有进入表 2017开办的时候 只有两个学校 到今年就108个学校 文件的增加也会造成 老师跟家长的恐慌 双语教育其实最重要是师资 现行政府对双语的师资 有想法没有做法 科文者主张多元管道培育双语师资 包括教师联合真神 公卫生的培育 现行现职老师的培训 还有外籍老师的征选 我会免费提供 国中小线上线下双语教材 来弥补城乡落差 我会关注弱势提倡教育平权 我们成立早期教育委员会 来整合教育 社福卫生机关 对0到6岁有身心障碍的血统 配合 早疗 辅导 教育 另外要延续台北市的政策 有身心障碍的血统 应当配备给他 呼吸治疗师和护理师 这样才能够完整照顾 我要建立AI智慧校园 落实网络平权 在这个时代 网络是人权 因此在全国的校园里面 应当有光纤网络 每个教室有free wifi 有85寸触控荧幕 一试一载具 一声一平台 国小三年级以上 应该都要有iPad 我们的库克云网络教学 目前在台湾各县市 还有国外一千多个乔校 也在使用 我认为网络教学 可以弥平沉香落差 落实教育平权 AI人工智慧已经崛起 国中小要纳入 城市设计课程 高中子大专院校 要开设AI相关课程与学分 推动AI人才的培育计划 我会将重高教 轻技职的教育政策 改成高教与技职并重 来强化产业衔接 解决学用落差 我会制定国中小的 营养午餐专法 来确保 营养午餐的品质和食安 对于弱势血统 每一餐可以补助增加到75元 谈到教育 就不能忽视体育 教育等于 体育等于国力 台湾虽小 但是也培养了 戴志颖 庄志渊 郭姓纯 王健明等一流的体育人才 还记得东京奥运 夺金的宇球 南窗 李扬跟王琴里吗 台湾可以培养这么多一流的体育人才 但是我们必须让他享有相对应的待遇跟保障 也要建立完整的运动产业链 确保体育的长期发展 柯文哲当总统 一 培养运动人才以外 更要积极的辅导 肌肉运动员的职埃规划 办理运动人员的特种考试 以加分祭典的方式来辅导他们在公司力机关任职 二 我会成立国家体育发展基金 修订运动产业发展条例 提高企业对体育的奖励和补助制度 捐献制度 三 我会主动争取2038亚运 以及各种国际赛事 甚至奥运在台湾举行 来增加台湾的国际能见度 2017世大运给台湾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四 我会提高国家训练中心整体的预算 国家代表队从集训到比赛结束 应当给他全心 我们要建构一个优质的资源团队 包括教练 防护员 医护人员 心理智商师 甚至营养师 要组成一个完整的团队 提高他们的薪资 并制定一个奖励制度 来提升国家代表队在运动场上的表现 五 我会提倡体育强身全民健身 应当广设综合型运动场馆 方便民众在社区就可以做运动 台北市的高龄健康前瞻中心 在社区内提供壮士带适合的运动设施与模组 来强化健康 来强化健康并减少健保的支出 这个成功的经验可以推广到全国 六 推展电子竞技与国际接轨 事实上电子竞技相当适合台湾发展 七 积极扩展运动产业 因为唯有运动产业的发展 才能够确保台湾的体育可以长期 而且兴盛的发展 结论 AI浪潮已经洗减全球 我们的教育也需要全面的检讨 不要让政治的意识形态干扰教育 不要让错误的108课纲 减弱我们的小朋友在未来的国际竞争力 不要让升学制度减少了 弱势儿童将来出头的机会 我们要强调高等教育 有计划地培养高科技人才 因为台湾少子化 不会再有人口红利 因此我们必须转向人才红利 每一个人更好的教育 让他发挥更大的功能 相信柯文哲 我将带领台湾在AI浪潮上 站稳脚步 让体育教育来增强国力 接轨国际 现在请第一轮第二位候选人 侯友宜先生发表证件 时间十分钟请发言 主持人监察人 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以及网络直播的所有的好朋友们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在台湾诈骗的问题 可以讲是人民生活 每天都是要面对的 在民调显示 大概有九成以上的民众 都曾接过诈骗信息 以及诈骗电话 在民进党的执政底下 可以讲台湾变成诈骗之岛 这也是台湾支持 全世界都知道 诈骗台湾想起 这个问题多严重 我们光看2022的统计 光被诈骗的 犯罪所得的金额 700亿 如果再加上没有报案 没有详细的统计出来 黑数 绝对超过1000亿 如果他诈骗的案子 有多少件 3万件 逮捕的犯罪嫌疑人 4万6千人 都创15年新高 尤其你现在看 每天诈骗的广告 适量通报 都是创新高 尤其投资诈骗的广告 特别多 那我们手机 常常都会不断的接到 诈骗的简信电话 我相信因为有很多的个资 流露出去 所以这是一个国安问题 所以民进党 眼睛紧紧紧在看 看我们诈骗集团 这么嚣张 一骗一骗 骗到现在 打车 这个真的有效吗 真的有效吗 民众沸腾 感恩没看 尤其 让我们感觉很痛心 是民进党留意 纪念到诈骑集团 咯咯地 大家也看到 长期接受IMV 诈骗集团的赞助 现在 白后是三个日子 刮刮刮刮刮 现在说不清楚 这个案 也不是一个头绪 所以 哎呦 那位先生 你的发言人出来说 这个是一个小东西 小事情 大家要请教 你的钱去骗他 实际上有他的骗到 你是要去自杀 这就做小事情 你和诈骗集团交配 没关系 如果贪污腐败 是一个小东西 那我们怎么放心 把国家交给 诈骗集团 没有办法压制的你们 所以 我们就是 林林林林的痛苦 很坑 真的林林 你没有信到 所以行政院这两年 这几年生日的打炸国家队 打炸办公室 不带越打越多 开27亿 不是都打水漂 晃就没去 苏阿部一年外 开200亿 200亿 打炸他说起来吗 没有啊 哪有什么说起来 只有 变三千七百万 考察出国 什么也没做到 人民政党的立委 也看不下去 政府打炸行政 别没关系 有时候又让我们 既在的环境 不够疲 经理都看在政府上 看部的整合 效果又没做出来 难怪检察官就直接点名 NCC 金管会 事发部 根本不是在打造国家队中 有发挥的功能和角色 所以台湾 你问的第一个诈骗 第二个第三个 大家看来的独拼 枪支 包括我们的黑帮 黑道帮派 所以我 已经提出了一二三 整个治安三件 这个治安三件里面 一打炸 二少毒少枪 三持爆 这是我的专重 我来说这个 要怎么做好 打炸 简单清除 骗如座 关如故 犯罪所得 超过一定的定额 无论个人和组织 都加重七十二分之一 提供人头的丈夫 再犯 提高行政 二分之一 管控部门的金油 地下费队 控制好 保费 不要搭来搭去 要有专责 而且紧盯 让整个部会 能够紧密在一起 而且在资安的掌控上 在网络的查合厂 要过得住 心理后面跟第三方支付 要监管和谐 再来两岸跟国际的打击 要强化 少毒呢 现在很严重 影响国人健康 和社会安定 他去毒品 都会含所有安定 卡资会 尤其这阶段 校园里面 有毒品侵入 很严重 所以我第一 要成立 仿造美国联邦 企图纪益模式 建立台湾的企图署 由专责单位 来查及毒品 第一要做的 从校园毒品开始扫荡 从青少年 是什么原因 在买毒品 管道 对国际的网路上 要去断毒贩的帮派 他有一个供应链 所以要跟国际刑警来合作 第三 警察在临检盘查的时候 少了很多 茶验毒品的仪器 我们要给他补到足 让他有办法 发挥最大功效 第二 我要做掃枪 第一个说 黑枪 鼓励他 住手减刑 第一个 模拟枪 爆脚机制 要减少社会上 非法枪支 流落在市面上 尤其 很多玩具游戏枪 是容易从火药室改造的 这要漏 就是 大家和话都说得到 商家在买的时候 都要有标志 第三 你如果非法改造模拟枪 一定要出发 尤其对只要持有 我们也要用稍微把它出发 因为这个犯罪 什么都被非法改造模拟枪 的犯罪 第三 我们要除暴的部分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青少年 被诱拐 被吸收 去做诈骗车手 或是贩毒的帮手 层出不穷 尤其有些集合场所里面 分散市政 经常看到一些黑人都青少年 造成社会观感也不好 对青少年的身心影响很大 所以我主持人 明天 十八月 你会被吸收 不论青少年是主管的 或是强迫的 帮派的主持者 或是成员 一定加重其刑 那不可以念 而且要借鉴日本的暴力团对策法 针对黑帮的投资 经由借日本民宿纠纷 包括他设立的地点 立法查局管事 绝对不能拜托 所以在这个问题 不管案件 担和射 它其实是一种滚动 它是一种学习 所以不管从个小案到个大案 都会密集的结合在一起 我一定用我这一身的力量 从我当警察开始到现在 一定除荷物尽 我一定用我的卸名 把我们的治安国家合适 保护适与老百姓 我经常说一句话 要对好人好 对坏人 不用客气 该办就办 我们只要找对方法 用对策略 我们治安一定可以压到最低 所以我一直在想 我们犯罪自然联动 所以第一个除了科技办案以外 更重要要锁定所有的犯罪工具 只要让犯罪预防 市政府团队 以及中央结合起来 把犯罪预防的净化环境 治安置后 把犯罪工具锁定好 让赌发的有效的 让案件能够降低 所以以前我在当警政署长的时候 95年 我发布会整合 让整个汽车窃盗 大幅下降 连带的暴力犯罪 下降将近市场 这就是犯罪联动 所以如果犯罪 不要看得适 来一定要扮得抵抵抵 尤其这段时间 你看那个诈骗案 越犯越离谱 很多的案子办出来 结果都是 很多被人犯被囚禁 被内待而死 这个东西 就是小案就变大案 所以我只要当总统 我承诺 一定刚日安有效的压制 尤其对诈骗集团 全力压诈 一人扫荡 二人扫三分之一 三年减半的目标 我全力拼治安 让治安稳定 生活安全 社会安定 人民能够安心 谢谢 现在请第一轮第三位候选人 赖清德先生发表证件 时间十分钟 请发言 主持人 监察人 侯市长 柯主席 电视机前 以及线上收看直播的国人同胞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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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统应该要提出 国家愿景蓝图 以及国家建设计划 用具体的行动 带给人民希望 因此在上一次政见发表会之后 我便启动四天三夜环导大拼图活动 唱 土地歌 拼 我们的希望 一个县市 一个字 一天 一句标语 就是希望各县市的父老乡亲 能够在这一场 关系台湾前途 后代子孙幸福 甚至也会影响印太和平的重大选举当中 都能够挺身而出 选对的人 走对的路 让美德赢台湾 让台湾赢得美 我也到每一个县市去发表 均衡台湾建设国家计划 我将善用每一个县市的资源 给予适当的定位 并且再加上产业 交通 医疗 文化 观光 居住 以及水环境 等等重大建设 不遗漏任何一个县市 也让每一个县市 都能够发挥潜力 因为我深刻以为 只有台湾均衡发展 22个城市 手牵手 往前走一步 都远比任何一个城市 单独走100步 要来得重要 台湾均衡发展 处处才可以安居 人人也才可以乐业 均衡发展的台湾 也才可能有 永续发展的台湾 四天要完成拼图的活动 并不简单 每一个人 每一个城市 都非常重要 因为少一个人 少一块纸板 字就拼不成 少一个县市 标语也不够完整 就像是 在这一场总统大选当中 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 如果少了您 台湾的主权 台湾的民主 就会受到伤害 我们希望每一个县市 都能够赢得这场选举 台湾才有可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我很荣幸能够跟大家一起拼图 当我们双手把纸板高高举起来 朝向天空的时候 就像是代表着站在印太第一岛链的台湾 向国具宣示 我们一定坚定地 抵抗极权主义的扩张 我们将会坚定地守护 国家的主权跟民主 同时 我也非常荣幸 也很高兴 能够跟大家一起唱歌 有了我们沿路唱歌 没了我们廖家过年 我们唱到小小代代 要当家做主的心声 这个活动很不凑巧 刚好碰到寒流 而且又下着雨 但是我看到不分男女老幼 踊跃参加 我很感激 也非常感动 我握着你们的手 拎细细 心里感到不舍 但是你们传给我的力量 给我的加油鼓励 我又可以感受到 大家心是游腾腾 特别是有一位朋友 特别跟我提醒 要照顾人民 爱好好照顾人民 我在这里 跟这位朋友 也许跟全国的父老乡亲报告 清德担任总统 我会好好来照顾人民 我会在蔡英文总统的基础上 扩大对社会的投资 而且我已经提出了 投资0到22岁的完整计划 我将会用 加薪减税少负担 陪伴每一个人 走过人生每一个阶段 第一个 我会推动 0到6岁国家一起养2.0 以及长照3.0 来减轻 三民自家庭的负担 长照3.0会特别强调 公立 安养中心的设置 让我们有需要的民众 可以用最便宜的负担 来解决照顾长辈的问题 第二个 我也会来推动 青年百亿海外援梦基金 我希望年轻人 能够走出国门 能够进到世界 能够增广借文 能够圆自己的梦想 也能够共同圆台湾的梦 第三 我也会来推教育平权 刚刚柯文哲主席 所提出来的教育证件 不是现在政府已经在做 我的证件里面 也都已经有提出 我今天在这里 我要特别强调 教育平权 因为政府利用教育 来栽培人才 人才多 人才好 这个国家社会 自然就会好 个人透过教育 来增进自己的专业知识 改善个人的生活 个人生活好 国家社会也会跟着好 所以我们不应该 因为社经地位的不同 造成社经地位弱势的孩子 在取得教育资源的时候 发生困难 所以从明年开始 我们高中职全面美学会 弱势家庭 年收入不到70万的 不管是练功力或私力 每一个孩子 每年每人补助2万元 年收入70万到90万之间的 不管练功力或练私力 每人每年补助 一万五千块钱 公立的学杂会比较便宜 私力的学杂会比较贵 那我们补助私力的孩子 每人每年三万五千块钱 也就是说 让每一个人都可以透过教育 追求梦想实现希望 也当人人都有希望的时候 这个国家 这个社会也才会有希望 第四 我将推动 居住正义 来照顾年轻人 所面临的居住问题 第一个就是 囤房税2.0 就是用全国总归户 利用房屋税的差异 差别汇率 差别税率 来遏制 恶意的嘲讽 让房价能够回复正常 这一点 立法院最近已经三读通过 即将要来实施 第二个呢 我会来优化 清廉按家贷款 额度由800万到1000万 利息补贴 由现在的半码 再加一码 总共0.375% 让有志于购买房屋的年轻人 来完成他的梦想 第三个是 我们来推动社会住宅 参问总统承诺 在八年任内 要推动20万户的社会住宅 在明年520卸任之前 新建的 不管是完成 或者是已经完成发包 有12万多户 包住贷款将有8万多户 换句话说 20万户的社会住宅 不会跳票 清德未来也会 以八年为期来规划 新建的住宅 有13万多户 包租贷款会有17万户 总共会有30万户 也许很多人会问 那土地从何来 土地可以由中央来 不管是国营事业 或者是国有财产署 也可以由地方政府而来 地方政府在推动 区段伸收或市地重划的时候 非直辖市 可以提供3%的土地面积 直辖市可以提供 5%的土地面积来盖 社会住宅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新北市目前正在进行 温子郡的重划 面积共有400公顷 只要拿5%的这个土地 来盖社会住宅 就可以再增加 1万多户的社会住宅 这远比目前侯市长只规划 2100户要来多得多 如果地方政府或者是侯市长 他不愿意这样做 或者是没有能力这样做 可以把土地用原价卖给中央 由清德来兴建 我在这里跟全国的父老乡亲报告 未来是一个竞争的年代 也是一个充满变化的年代 政府有责任跟每一个人站在一起 不管是弱势的民众 或者是青年 或者是面对的各项问题 政府都应该要协助解决 我不仅仅会协助解决问题 而且也会跟父老乡亲 在每一个人生阶段都站在一起 政府做每一个人的后盾 敬请大家支持 登记第二号 赖清德 萧美婷 谢谢大家 谢谢 现在请第二轮第一位候选人 柯文哲先生发表证件 时间十分钟 请发言 好 亲爱的父老兄弟姐妹 大家好 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个 攸关国安的人口问题 1970年台湾出生的人数是40万 去年13.8万 大概只剩下三分之一 预计今年的出生人数 还会再创新低 去年出生13.8万 但是死亡有20.7万 所以台湾在现阶段 已经是生不如死 目前台湾的生育率 和南韩在拼全世界倒数第一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 不需要外来的侵略 台湾自动会灭亡 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国安问题 在过去蓝绿执政 也没有提出有效的政策 也让这个问题持续在恶化当中 台湾的人口问题是今天才知道的 像未来10年 有40家大学要倒闭 这个是今天才知道的吗 18年前就知道 当年出生的新生儿 有多少 你就可以知道说 18年后大一新生会有多少 可是当时的政府 还是不断地让季职教育 升格成大学 这也造成目前台湾大学一大堆 也让这个问题在现阶段更难解决 少子化 同样的就带来的高年化的问题 其实在台湾高年化还有一个更麻烦处理 叫做快速高年化 我还记得2014年 我上任台北市长的时候 当时台北市人口 大于65岁以上的人 是14% 结果我第二任任期都还没当完 在2022年的年初 大于20%的人口 大于65岁以上的人口 就已经超过20% 从14%到20% 只花了不到8年 大概7年而已 像德国就花了36年 法国是28年 所以老龄化的问题以外 我们今天面对的是一个快速老龄化 所以因为这样 整个社会适应的时间不够 这也让目前的问题更难解决 少子化高年化都是国安问题 那么我们首先来谈一谈 如何解决少子化的问题 根据调查 其实结婚以后 生育率没有减少太多 今天台湾少子化的问题是 不结婚 晚婚 最后才是不生 那我们来探讨一下 为什么年轻人不想结婚 也不想生小孩 有几个原因 低薪 高房租 太忙 没有时间照顾小孩子 职场 对育儿也不友善 然后 生育津贴 补助太少 还有最后是个人的身体状况 不过要解决少子化的问题 牵涉甚广 这不是单一部会所能解决的 必须要结合各部会的资源 所以要提升位阶 人口问题是国安问题 因此在行政院底下 要设一个 人口发展委员会 目前为止 卫福部有少子化办公室 不过功能不好 我们在行政院底下 设一个人口发展委员会 整合教育部 劳动部 内政部 卫福部等部门 针对少子化 高年化 或是壮世代计划 要做一个统筹的处理 关于补助方面 我想对年轻的父母 实际的财务支持是最有感的 因此 怀孕 满三个月 给五万 每生一个新生儿 给十万 育儿津贴 从五岁延长到十二岁 育儿家庭 综合所得税的扣除儿 也从五岁延长到十二岁 关于居住福利 首次购屋的育儿家庭 八到九成的 地利利贷款 政府帮忙出前三年的利息 提供育儿家庭 加码租金补贴 优先入住社会住宅 关于人工生殖法 人工生殖法在立法院卡关多年 限制了不孕妇女的生育机会 也侵害妇女的身体自主权 人工生殖法应当纳入代理孕母 协助不孕家庭 有机会圆梦 目前的法律 妇女可以动软 但是要解冻使用 必须要结婚 而且要配偶同意 这是剥夺女性身体的自主权 应当要修改 我们要建立友善生殖 我们要建立友善生养的职场环境 要增加公立 脱英脱幼的名额到70% 提高优托老师和工作人员的薪资 让付出和所得成正比 增加平日延托 假日临托等多元托育服务 不能让老师免费周公德 产假要从目前的8周延长到10周 最后要跟接轨国际的14周 当申请育婴假超过一定的员工比例时 政府应当有优惠措施来补助企业 鼓励企业保障妇女育婴假结束的时候 可以回归原岗位 如有育婴需要 企业也应给予弹性多元的协助 企业内部设置托育场所 临托设施或相关的设施 政府应给予租税的优惠 我们要建立百亿的专款 鼓励地方政府提出创新作为 由中央提供经费来建立身养示范区 全面提升友善的生育环境 这样也可以因地制于建立友善身养的环境 我常说 政治是一场社会运动 壮世代就是我想推动的社会运动 目前国人的平均寿命已经到80岁了 男生76 女生83岁 2025年台湾人口里面超过65岁的 会超过20%的 台湾已经进入一个超高龄的社会 但是临过65岁却被强制退休 生活失去重心 而且目前社会的氛围 政策 法律 跟企业的文化 都有种种的限制 让年过65岁以上的人很难重回职场 没有收入就不敢花钱 也逐渐和社会活动脱节 其实对身体健康也不是很好 台湾65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只有9% 日本有25 南韩是36 相较之下 台湾明显偏低 因此 如何在高龄人口的职场 参与率来提升 台湾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台湾的老人临终前平均卧床8年 研究也发现 三成的高龄民众 在日常生活就觉得孤独 这也增加了失智的风险 延缓失能 减少自己被照顾的时间 这也是高龄社会下 让自己更健康的选择 根据调查 目前在65岁 大概有一半左右的人 是希望可以继续工作 因此 我们有责任推动一个改革 给他们更多的支持和协助 最近网路在传说 柯文哲要逼65岁的人不能退休 这是谣言 我是说 到了65岁 如果你想工作 有能力工作 就可以继续工作 目前的法规 65岁就强制退休 就业保险 劳工保险 也只有保障到65岁 这是一个应该要改变的时候 我们要去除老人的负面标签 让老人从社会的负担 变成社会的资产 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去选择 他的人生 因此我提出几项政策 第一 修改目前的法规 65岁强制退休的规定 这个要修改 让有意愿 有能力的人 他就可以继续工作 还有很多相关的这种保险 种种的限制 也要去做相对应的修改 我们要建立一个国家级的 壮世代研究中心 打造壮世代产业 在东亚地区大概有 三亿的高龄人口 它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因此我们可以比照 资策会或工研院 针对这些所谓的银法族 来设计一个壮世代的产业 我想这也是台湾的 一个新经济的领域 政府应当带头去除 老人的物名化标签 给65岁以上的人 有一个新的名词 所以以后也不要再叫什么 老人 英法族 长者 以后统称壮世代 因为我们必须从观念上 根本就把这个老的观念 去改变掉 最后我们要建立 所谓的第三人生大学 目前有很多大学要退场 这个空间应当可以改造成一个 老人可以使用的养老村 他们可以在这里生活 学籍甚至工作 让壮世代可以积极追求 精彩的人生 我们要让壮世代 为台湾带来新的能量 我们不要再把高龄者 视为是社会的负担 你的观念 决定未来的你 怎么对看待 所以这是一个时候改变的 改变从现在开始 从你自己改变开始 结论 面对少子化 让我们共同创造 友善的生养环境 让年轻人愿意生 赶生 来解决少子化的问题 面对高龄化 我们要根本翻转思维 从根本改变老的观念 让壮世代成为台湾的新名词 新活力 相信客人 相信美好台湾 会在我们的手中实现 可以做到 老有手中 壮有所用 又有所长 现在请第二轮第二位候选人 侯友宜先生发表证件 时间十分钟请发言 刚刚奈先生特别提到 赢到22岁 国家要来负担 我也特别在这里提醒 奈先生 你在台南市公共托育 最重要的工作 都没有做 是零 新北市在我推动底下 这么多年来 我们总共121间 是五都加一加的总和 都没有新北市的多 照顾幼儿 不是嘴巴喊一喊 尤其 你也当过行政院的院长 也当现在的副总统 那为什么 像高中执免会 私立大学协会的补助 为什么到选举的时候 才来谈 大家都知道 年轻的同学们很辛苦 尤其携带很辛苦 你们到现在才提出来 我觉得这样子 是没有办法对 年轻人能够交代 尤其你刚刚讲 社会住宅 我觉得更不以为难 那一市长 那一院长 你当过台南市 又当过行政院院长 你一户的社会住宅 都没规划 台南市到现在 是六都唯一 没有市委会住宅完工的 我们新北市不但有规划 也有完工的 我们家一家已经有1.1万户 你要特别组温宰进 我再说一次 温宰进得过蔡英文总统 颁发的杰出公务人贡献奖 是北台湾有产业发展区 有11个公园 也有轨道建设 跟辅大联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大协厂 尤其产业发展区 一定未来可以盖 更多的劳工宅 政府规划的是 政府规划的 也有我们民间会投资的 所以绝对会超过2100户 而且那是一个 北台湾的中心 这跟你所说的完全不一样 今天我特别在这里来提醒 很多事情执政党不愿意做 就让侯友宜来做 侯友宜一定可以做的功劳 尤其说到我们最辛苦的一席 台湾的农民 真的有得艰苦的 我会记得両划签计划的时候 享有检疫 还有快速通关的便利 台湾不少的农民产品 会买到大陆 很顺利 过去翁来 翁来社区 包括接班级 顺顺利利 高校都在大陆买去了 民政党接政这几十年 両划高院特地 尤其 为了解力的问题 也不去沟通 也不去协调 所以都没有改管 你没有改管 农民的潜意就失省了 我们业券到政府 就要靠地方政府去协调 台东县的饶庆林 他就去社交 翁来社区协调 台东的病重害防治 我来加到国际标准 人们对方就说 6月份 就同意 对台湾的 翁来社会的证捧 结果 人们对方 拼到 你们農業部队 乘吉忠怎么说 他说 配合中国起舞 那治病国格 这个标准 不能筛准 还陷架 你才有 同意乘吉忠的公法 所以民進黨 没有什么改革 就不要去抹 一禮拜 平东的 一半年 可以买去 租村民的管理 欢迎 真欢迎 这样说 有孙国格 你如果感觉有孙国格 你整个叫 平东那里 一半年也不要买过 你们过去 说的证捧 是糖衣毒药 结果你依赖证捧法最深 以前又说 说 牵入的时针 就知道 母找不当 女母找不公 我们的孩子 爱吃黑龙港 七年 你又不敢费资证捧法 你就给台湾 冲坑而已 尤其你公国的一条 两岸直航 就是木马图成记 我请问 台湾现在的 哪一个城被堵了 您在台湾市的 异代精神 好好在那 路口又停去买 现在比较 所以那个观光产子 就降价了 有时候 爱卿的先生 你的台土的时刻 要去改一下 无法务实的理性 看待两岸的关系 我做总统 平等尊严友善 底下 会发的问题 尽速协商 而且尤其对 大陆现在给我们 财子的贸易币 明年元月份 就开始对十万月 十二行的税务 要输去大陆的 零关税 要增大2%到10% 所以用 这箱子在对付人 产业会受到影响 我们一定要去说 如果要去说 就不要再谋谋 因为 我们的台湾人民 是真有地毁 我们去说 是因为台湾人民好 像我这一世人 做公文人员 尤其当警察 就是出生入死 保护人民安全 我们去交流 去和平 支柱 你就说我是红的 我遵守宪法 按照中华民国的宪法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来做 所以我有说过一句 中华民国宪法 是两岸的富国深山 南先生 你国的台独子昌 确实两岸 和平发不去的万从山 所以我们要和平 要活路经济 让人民的生活 我可以改善 南社最关心的 因为我是家义小孩 增加出来 我小孩也能做产 也能保党 政务顺 你看到那些农民 这么严厚 外销卖不出力 再涨了 老农津贴 还拚不到物价 农村的人口又老化 欠缸 产销疫情基础还不够 支柱的官派 很多乱象 所以提出 农民有好康 农民有好康 第一 老农有津贴 第二 水里有专业 第三 工粮有价格 第四 切工有平台 第五 设备有更新 老农贴 我们现在就对一万 开始随着物价 调整 来照顾 我们的农民 水里呢 中央冠料 杂乱无产 那是人家的梦子 没法灌溉 枯萎的农田 很多 所以把农田水利费 没有专业就还给农民 让农业回到水源灌溉 回到农民的身上 工粮的价格 十二年也不需要调整 我如果正硬 我就对16块 把调整到29块 而且每一两年 根据物价跟农耕的成本 来做调整 有一些停冠休耕的 利涉环境 要跟我们保护 要跟我们积极 要跟我们积极 欠工的问题 这是当年来的问题 大家 年轻人为什么不回去工作 没有工 只有我一个年轻人在做 还陪一个老的在做 有办法吗 很困难 所以移工 要看季节 要找到临时的移工 很难 所以我一定会成为一个 移工外展平台 把移工 人力重刑 雇主过程 三方面来协力合作 的一个平台 人力重刑 分析 参钢 分连 派遣 以及 管理好 那这样就比较容易了 尤其我们的设备要更新 设备因为 有的要外销 要有现代的设备 政府要它提起 尤其建立完整的领域系统 尤其在检疫 我们政府要帮助农民 把这个检疫把关好 尤其很多的出口障碍 还有很多的关税的问题 我们应该 在区域经济贸易 要先加入 所以 我们照顾农民一挂 我当总统 也会全力保护 各地方的良田跟余温 我是支持发展力能的 但是 我不像民进党政府这样子 在发展力能的同时 欧北破坏国土 以及环境的方式 来征典 这样可以 就犧牲到台湾的土地生态 到未来 未来我当总统 我一定会前面检讨 加以整顿 哪些改改就立即改 所以我要求行政院 成立一个 在内政部里面 最重要一个国土计划高度的 国土计划研究院 来明确 来立定 哪一个地区可以做光电开发的区位 把化石原则讲得好 然后总量关键得好 让立太 让立电跟生态 都可以得到平衡 所以台湾需要 把我们以农立国的精神 垂着回去 让我们农民能够自给自食 而且能够在下半生 可以过一个好生活 所以台湾这片美丽的土地 也可以大家的照顾 才可以永续的发展 谢谢 现在请第二轮第三位候选人 赖清德先生发表证件 时间十分钟 请发言 各位乡亲 世界正在快速转变 固然对台湾是一项挑战 但对台湾来讲 也是一项机会 未来我将掌握变化 抓住机会 扩大台湾的优势 让台湾能够向上提升 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我会妥善运用数位转型 以及净零转型两道力量 打造智慧永续的新台湾 同时也带动台湾 第二次经济奇迹 我们先来谈数位创新 科技创新一日千里 全球智慧化的时代已经来临 我们必须要妥善运用 科技创新 同时来推升数位转型 让台湾能够成为智慧科技岛 第一个 我们要持续壮大半导体产业 我们应该要提出 半导体的国家级战略 让半导体产业的原料 仪器设备 研发 还有IC设计 晶圆制造 封装测试 以及协力厂商 都能够在台湾成为一个生态系统 我们壮大半导体产业 也来帮助其他的科技产业 以及传统产业 第二个 我们必须要发展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 让台湾能够成为产业化 再帮助其他的产业 让产业也能够人工智慧化 人工智慧 对台湾来讲 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必须要用人工智慧 来帮助广大的中小企业 让他们能够顺利的数位转型 以及妥善的因应 气候的变迁 净零转型 换句话说 只要中小企业能够得到妥善的照顾 有150、60万家的中小企业 提供了900多万个工作机会 中小企业稳定 社会就会安定 另外我们也必须要照顾 没有得到关心或者是支持的产业 在数位化的过程当中 不至于受到疏弱 我们应该要照顾他们 来达到数位转型的正义 换句话说 未来我们将运用科技的创新 推动全面化的智慧化的生活 智慧交通 智慧旅游 智慧教育 智慧房灾 智慧家庭 甚至智慧城市 来达到智慧国家 而进行成功的数位转型 第二项转型是 净零转型 蔡英文总统在2021年的4月22号 世界地球日 已经宣布 2050净零转型是台湾的使命 苏贞昌院长也在去年的3月份 公布了台湾2050净零转型的路径图 在2030年之前 我们将投资9000亿新台币 带动企业民间的共同投资 逐步走向能源转型更安全 企业转型更有竞争力 社会转型更有竞争力 生活转型更有韧性 逐步迈向2050净零转型的目标 在这个过程当中 净零转型的过程当中 能源转型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也看到 今年的1月份 立法院已经通过了 气候变迁因应化 不断确立了2050净零转型的目标 那么同时也提供了法制的基础 来课增碳费 同时也已经有碳盘查 碳定价的机制 未来我将跟国际接轨 建立一套碳交易的制度 同时推动再生能源的发展 让企业要用绿电 才有办法避免碳关税的问题 同时也应该要减少台电 发电的碳系数 来协助企业面对种种的问题 那么谈到净零转型 或者是能源转型 我们必须要先跟大家报告 蔡英文总统是台湾史上 第一个推动能源转型的总统 在面对2016年以前 燃煤的比例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蔡总统提出了减煤 然后再用天然去 来暂时性的替代 另外也看到法律规定 2025年台湾的核能发电厂 第三场第二个机组 一定要在2025年中能够除疫 在这种状况之下 顺势提出了2050非核目标的计划 并不是在核能基础 还可以运转的过程当中 把它中断 不让它运作 核能基础停止之后 我们大力的发展绿能产业 在这几年来也相当的成果 我们在去年 绿能的发电已经占台湾发电 占比10% 已经超过了核能发电5% 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只要持续推动 绿能产业的发展 一定可以迎刃解决 气候变迁下 产业面临的各种问题 很多人也担心 在台湾未来能源 是不是能够稳定供应 我特别跟大家说明 在总统任内 总共建制了6座 6座发电厂 18座机组 提供建制了 1700万千瓦的装置容量 清德在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也核定了7个机组 总共900多万千瓦的装置容量 大家如果担心缺电 大家可以把手机拿出来 Google一下 看看当下的倍转容量率 到底是多少 台湾最缺电的时候是 马英九前总统 把政权交给蔡英文总统的时候 没几天 也就是2016年5月30号 当时的倍转容量率 才剩下1.64% 换句话说 只剩下1.64%的电 可以供使用而已 但是现在不管任何时候 我们的倍转容量率 都到10%到15%左右 换句话说 即便是在尖锋时刻 我们的用电 仍然有剩余 那么根据台电的推估 在2030年之前 我们的需求会增加700万千瓦 但是我们供应 可以达到900万千瓦 换句话说 未来的供电会更加的稳定 缺电的时代已经过去 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推动 能源的第二次转型 也就是发展多元的利能 未来清德当总统 我一定好好来推动 多元利能的发展 不仅仅是风力发电 太阳能发电 也包括地质发电 地热发电 生殖能发电 轻能发电 以及海洋潮汐能发电 让这些电源能够充分的供应 未来绿电的需求 同时我们也会建置除能的设备 跟民间共同合作 让除电的机能 能够发挥到最大 另外我们也必须 就目前现行的台电的电网 去做一个智慧化的发展 同时也做区域电网 这样的话 会让我们的用电更有韧性 而且也会更有效益 也会更有效益 未来我们在经济的发展上面 我们只要能够持续推动 更好的未来 还在前面 我一直都希望 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 让台湾的企业 可以立足台湾 可以布局全球 可以行销全世界 不管任何时候 太阳在什么地方 在什么地点升起 通通都可以造到台湾的企业 也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我在担任行政院院长的时候 特别积极地改善 台湾的投资环境 也提出了欢迎台商回来投资万案 投资抵减等方案 目前已经有两兆多元的投资回到台湾 过去这几年来 我们也积极地跟菲律宾 越南 越南 印度等国家 重新签订投资保障协定 也成功地跟美国签订 21世纪贸易 倡议第一阶段 也跟加拿大 跟英国 甚至跟澳大利亚 也在洽签 甚至谈判 类似的协议 目的就是希望 让台湾的企业 能够真正立足台湾 能够好好发展 也能够布局全球行销全世界 让台湾的企业 能够走出去 能够壮大台湾的力量 我们对未来的台湾 有信心 我们一定会逐步完成这样的目标 现在请第三轮第一位候选人 柯文哲先生发表证件 时间十分钟 请发言 好 这一段十分钟 我们来讨论经济问题 2000年以来 台湾的GDP成长120% 可是国民的实质薪资成长4% 台湾的总工资 还是全球第六高 所以我们的劳工 在低薪的地里面打转 台湾人低薪穷忙 我要告诉大家 低薪穷忙不是你的错 这是因为政府没有整体的战略规划 2023年 台湾人民票选出来的年度关键字是缺 所谓的五缺 缺水 缺电 缺工 缺地 缺人才 还有缺蛋 缺猪肉 缺快筛 缺疫苗 甚至连卫生纸都会缺 如果让蓝绿两党继续执政 也不知道明年关键字会变成什么 民进党没有长期规划 国民党也没有远见 常常就跟着一起齐奉 跟着一起大傻臂 偷空台湾 所以2024年还是让柯文哲来做 在国际美中对抗的局势已经形成 我相信在未来15年 国际局势还是美中对抗的局面 这也研发很多经济上的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突然而来 造成社会经济的重大冲击 我们也不知道下一次还会有什么样的疫情会出现 俄乌战争 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也是突出其来 他们造成全世界原料的缺乏跟通膨 2050净零碳排 这已经是全世界的趋势 台湾政府跟企业都需要加速的转型和调整 所有这些世界局势的变化 造成的风险不仅仅在军事跟政治 更包括经济 从以上的举例就可以知道这个世界多变 面对一个变化多端的市局 我们除了在经济发展以外 其实更应该先确保经济安全 因此我要新制定经济安全保障法 它的内容包括以下四点 第一 在国安会底下要建立跨部会的经济安全会议 协调各部会的能量 来确保国家的经济安全 第二 确保重要物资的稳定供应 不管是食物 药物 煤炭 天然气石油 来源都要稳定 多元化 而且要降低缺乏的风险 第三 关键基础设施要做好防护 不管是水 电 交通 网路 金融 邮政 媒体等等 都要确保它能够安全的作业 第四 我们要开发和保护尖端重要技术 防止关键技术外流 特别在增强国家经济韧性和创新能力方面 具有关键作用的技术 必须要确保 以维护国家长期的竞争力 台湾必须要有经济避险的意识 所以要制定经济安全法 要建立跨部会的经济安全会议 制定经济安全政策 这才能够为台湾建立一个经济安全的环境 关于五缺的问题 在缺水方面 我们必须开源节流 稳定供水 全台湾的水库 要建立连通网 加强水库的调度能力 水库要清淤 才能够增加它的蓄水能力 水管要泰汛 才能够减少漏水 2015年 我刚上任台北市长的时候 发生了苏迪勒台湾 因为南四溪的水浊度 快大幅上升 这超过当时我们台北市 自来水库的处理能力 而最后被迫停水 我们在检讨以后 在翡翠水库的下方 挖了一条砖管 到直潭净水场 来确保以后即使遇到台湾 水浊度变高 它也能够供应干净的水 给双北 这个工程历18年 跨任两任的台北市长 才完成 这就是一个 长期规划的重要性 台北市的自来水管 落水率在过去20年 从27%降到11% 这大幅的减少 自来水的浪费 这也是需要长期执行的 不管是翡翠砖管的建立 还是自来水管 落水率的下降 这些都需要长期规划 长期鉴定执行 才能够根本解决问题 其实面对台湾五缺的问题 就是这一句话 长期规划 长期鉴定执行 才能够根本解决问题 关于电力的问题 问四个方面来讨论 发电 输电 除电 跟节电 讲到发电 这个就牵涉到 大家目前最关心的核能问题 我的态度是这样 再生能源应当要稳健的发展 而不是先决定 2025非核家园 要把核能停掉 然后再转过头来 要求这个再生能源的 风电光电 要快速 强迫它 发展起来 其实也因为这样 延伸了很多的弊断 因此我主张 核二核三先研议 核四尽速提前 再决定下一步 目前 2050净净碳排放的目标之下 最近在Cup28 有22个国家发表说 以2020为标准的话 到2050 希望它的核电是增加三倍 因此我们还是要 以一个比较务实的态度 来面对核能 不要用非核家园 当作一个意识形态来操作 在这个地方 我实在忍不住 要问赖青的候选人 你真的坚持2025非核家园吗 我现在告诉你 你坚持的话 票就先跑掉一大半了 这就企业界了 你在5月的时候 停机的核能基础 要维持可紧急使用的状态 以备不时之需 请问核电可以收关就关 收开就开吗 这是你自己讲的 还是你们的智库的专家 也是这样讲 你不知道核电一般是用在 稳定的基础发电吗 它不是要谁开谁用的 10月的时候 你在自己的记者会上说 你不是要竞选未来10年 甚至更久的总统 所以回避这个问题 这都代表你没有长期规划吧 也没有只想炒短线 这样子我选总统 不过我要问何有余 市长 你说合一合三 合一合二合三要援雨 合四要重启 可是你要知道 合一合二因为你组建了新北市 卡关干市储存槽 反应如中的用过的燃料棒 是无法取出的 台电送建13次 新北市都不核定 导致现在的僵局 难道这就是你的合和罪事吗 好 我们继续回到那个苏电的问题 我们要建立一个 智慧电表跟智慧电房 这都是需要国家很大的投资 才能够完成建立 才不会说一只小动物 就造成了大停电 储电 烘电和光电 它都有一个特点 它不是一个稳定的发电 有烘的时候才有烘电 太阳下山就没有光电 因此要使用烘电光电 它需要搭配储能的机制 节电 2050净零碳排放 节能减碳是重要的目标 因此关于节电的措施 也要加紧推广 关于缺利的问题 盘点全国的公有土地 规划平价工业区 提高工业区土地的使用力 关于缺工的问题 我知道大家很关心外劳的问题 其实应该产业分类总额管制 什么意思 我们应该先把移工 分成不同的产业别 比方说看护类 制造业 那个农业 或是说营造业 然后算算每一个业别 你知道 到底台湾需要多少劳工 然后本劳可以提供多少 剩下那个缺額才是 要由移工来补充 所以移工 它是要来补充 台湾本劳力的不足 它不是要取代台湾本劳的劳力 那另外我们也主张 在同一产业内 可以自由转换雇主 这也减少移工逃跑的动机 我们要建立国家的征聘平台 让移工的引入更公开透明 目前台湾有8万5千名 行踪不明的逃逸移工 这不是劳工问题而已 这简直就是国安问题 所以表示我们的移工政策大有问题 需要改进 关于人才的问题 我们可以引入外国的高阶人才 同时要提升本国的高教品质 也要鼓励壮世代 重回职场 这样才能够解决我们缺人才的问题 国内的五千问题以外 我们要解决我们的国际贸易问题 因此我们要积极加入区域经济组织 不管是CPTPP RCEP 印太经济架构 或者是各国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既然台湾的经济还是以外贸为主 我们都要尝试 也不要放弃 RCEP作为亚洲最大的贸易协定 覆盖台湾的贸易总的57% 还远高于CPTPP的25% 因此我们在充分的避险的机制上 其实应该勇敢的申请加入RCEP 积极开阔海外市场 结论是这样 面对国家经济安全 我主张制定经济安全保障法 来提供台湾稳定的就业和经济安全 在充分避险机制下 积极争取加入区域经济组织 开阔海外市场 面对国内的五缺 台湾需要做好长期的规划 长期的执行 这才能确保台湾重要物资 稳定供应 打造韧性台湾 才能够面对内外冲击 能够建立产业跟经济的韧性 好 投给柯文哲 台湾不缺 现在请第三轮第二位候选人 胡友宜先生发表证件 时间十分钟 请发言 我在上次谈能源政策的时候 同样的提出刚刚 柯文哲主席问耐清德主席的话 要不要再做非核家言 到底非核家言 你面对的态度 要不要用核电 要过过清澈 你今天都说不清澈 你今天说一个重点 我也说一下 到底有没有听说我不知道 它核能机组不能停 核能机组不能停 我有没有听说 如果核能机组你不想停 是不是要核一核二核三要研育 你就说清楚 你如果是要走 用核电 你就把2025非核家言 这个错误的政策 对前面来讲 毁节系列 尤其你刚刚讲的 我也觉得很奇怪 我们是以核减酶 以绿永续 我记得你 我在上次选举的时候 你问过 有干净的酶 我听不懂 我们对我们的干净的酶 结果我们现在的肺腺 是全台湾癌症的排第一名 是不是那时候 不想去把酶剪掉 所以才有干净的酶 这个名称出来 这又伤我们的国人的健康 尤其你刚刚谈的 我也觉得很奇怪 你的净零转型怎么做到 我记得你们中央规划 2030 你们要减碳 24% 25% 现在呢 我看 人家北国2030 都减到40%到45% 都差了差了 你现在追赶都来不及了 而且你的整个政策 跟国际的整个潮流 是背道而驰 国的气候变迁委员会 也说得这么清楚 2050 有很多的先进国家 要用三倍的核电 我也觉得不知道 你要不要再转个弯 太多转弯 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 不是我们经济产业 也关系我们的国家安全 所以这必须要顾顾清澈 刚才柯主席在说我的甘肃储存潮 是怎样 我已经反应过 我在新北市做这么久 我是核安监督委员会的指论委员 因为室外的甘肃储存潮 刚才放在山坡的旁边 有一天我现在下大海去开的时候 山坡整个倒塌 高架电塔整个倒塌 没有中在甘肃储存潮 就练在潜伐溪 整个台湾海峡的海域 都去掉了 所以我要求他们结构要做好 一定要更强度的结构安全 没有核安 我们将失去所有的一切 我要求中央要准夥 结果中央迟迟不改 虽然他才送行司法 待会去判决 司法待会判决出来 我都尊重 但是你去买 把他的整个结构做好 不要用担心 所以我要解释一下 刚才说 那次是在说投资投资 好像我们台湾的经济 很蓬勃发展 情绩成长很大 其实没有 所有的获利 就像你们肖乎总统说的 有很多人不会因为 有投资了成长的获利 而得到照顾 没有 所以十年的痛苦指数这么高 贫富差距6.15倍 14年的经济成长率最低 你还要知道这个事情 所以我今天要告我 今天告你的事情 我着重是女性 在各行各业蓬勃发展 因为女性撑起了半片店 尤其在我们家 也有四个女性 我都谢谢他们 给我很多的帮忙 尤其我从事公职以来 我看到很好的 女性伙伴们 狗狗狗狗狗狗狗 毕之新北市的温载进 五股垃圾山 都是女性打前锋 用温柔间调的方式 让这两个案子顺利完成 结果呢 你的蓝铁东鱼 我粉材进 听了四千二十七个工程 没有人抗争 你蓝铁东鱼 三百几乎 大家要拼命 你就不要用女性 尤其我重视两性平权 所以一个国家重大领导人 要好好的在性别平定上 善用拟力 所以我在这里 提出我对拟力的几个政见 好康护拟力 护你更有力 所以我提了三个政策 第一个提高女性 治理的比例 第二个扩大妇佑健康照顾 第三个减轻家庭照顾的压力 第一个 女性的治理比例要提高 我在新北市做的时候 我都是保三冲事 在理性格言三文字 我还比较高 这是我的目标 我要达到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中的实现性别平等 以及女性父权 所以我新北市 如果小内阁三分之一 我也就继续 不然卡在中央 有一些 三位所要是中央要指派过来 我没有办法 不然我早就超过三分之 超过比三分之还更多 我们已经超过三 还比三分之还更多 好 我也推动公司部门 以及公司企业 还有社团 董监事要超过三分之一 现在如如土在做 我要请问那一主席 你当任行政院长的时候 女性格言的比例多少 12% 你担任台湾市市长的时候 女性的局务所长多少 两下 不够 柯恩哲主席 担任台北市长的牺牲 女性的格言 也是市民之一 所以 蔡英文 总统是为女性 您的搭带还是女性 所以未来 你女性格言 要搞到三分之一 我看是很难做得到 真的 以前都没想到 现在担任总统 这还要来效果女性 所以 这些 不但没有照顾好 尤其在两性平坚里面 民进党 这几年你看 发生了十多件的性骚扰案 更不用说 这里面还有很多贪污腐败 喜好才是的案件爆发 绯闻 那民进党 婚领部 性别平等 的部门 都没说话 党点点 真的点点 所以 有时候人民在问 在传 都说民进党 已经被 民间形成为一个 桃花党 这是民间说的 如果赖清德先生 你如果感觉这是美德 这是人民 是没有给他当作美德 这特地不是的 我当先 一定潜力落实性骚扰防治 严格要求的官联的道德标准 财跟社 是我最重视的大纪律 我绝对零容忍 所以 这是我最重要的 第二个 我在扩大 整个健康生意照顾里面 民进党执政这病院 医疗环境不好 少几乎很多 你不要 但是照顾 护佑是 我们的健康生意 会补助动软生意 30-40个月 女性有两万年一次的动软补助 然后五年 每年提供两千年的保存费用 是保住三万 而且会扩大儿童疫苗 基金的补助 然后提供全方位母婴的 亲善健康跟照顾 尤其入癌免费筛 要降到40个月 那一年里面有三天 不病日病假的生理假 我会改成六天 病到病假里面 不计算 不计算病假里面 第三个 减轻照顾的压力 因为在家庭的照顾上 其实要两性要共同分担 但是卫夫部也统计 家庭照顾的责任 有六成都落在女性的身上 那四成 女性因为要做家庭照顾 所以他必须要离职 其实对女性来说 这很没关闭 政府在这个部分 要提出好的政策 所以我上次说要废值 80岁以上的80量表 长者可以申请看护 你也对着做 提高育婴留职的津贴 本来是八成的投保薪资 现在我的潜心 让大家可以 投保的潜心的薪资都领得对 生第三胎 我一定会一生一次的百万金生 我们可以购屋 租屋的补贴 这个家庭大家都很喜欢 另外六到十二岁 国家来国家来照顾 所以我推动公立国小客户 全面免费 人事倍增的客户照顾 尤其用委外的方式 找优秀的业者 在多元体能的开班 可以减轻老师的负担 最好 公立非应立 只能公共化的 脱英脱育幽严 余力免业未 师徒 家庭自己串 我保你一万 让大家加生加幼 最好 拟力是我们国家的 关键竞争力 国家有责任 让每一个人 都能视性发展 让教育跟工作平前 都可以好好的落实 所以在这里 特别像台湾的女性 致敬 那天我看到陈世纪 阿嬷我真感动 他真艰苦 但是他缺很多 公立 帮助线 他是台湾最美的风景 让世界快得到 台湾平原小的中 最为大的努力 就是陈世纪 现在请第三轮 第三位候选人 賴清德先生 发表证件 时间十分钟 请发言 好 各位乡亲大家好 侯市长谈女力 她已经输在起跑点 我邀请萧美琴 来搭档参选 除了借重她的专业 也是对女性的尊重 三组里面 就只有侯照配 在女力方面是零 是零 那侯市长批评我的市政 他可能没有注意到 我在台南市市长任内 满意度一直都是 全国第一名 我的市政表现比两位 其他的市长要来得好 我市长可能也没有看到了 刚合并之后的台南或是南部 跟双北的条件是不一样的 当初又和照顾 我们是先走准公共化 还有跟保姆合作 才有办法一时之间照顾需要照顾的家庭 那么至于居住的方面 我们先推动直接补贴 租金直接补贴 然后在我的任内来规划 现在黄伟哲市长也已经要把它盖起来了 这些都是逐步的推动当中 那我也很高兴看到两位在这个公开的场合上面 谈论核能 我再次强调 刚刚我已经有提到过 2050非核家园 并不是蔡英文强力的 把可以运转的核电把它中止 而是因为法律的规定 最后一个基础就是核山厂的第二号基础 必须要在2025年其中停止运转 这是法律规定 那还好蔡英文总统 因应局势推动绿能产业的发展 否则的话 我们今天会更惨 我想要请教两位市长 你们在当市长的时候都说 如果核电没有安全 就没有核电 核废料没有去处 就没有核电 你现在选总统的时候 态度完全改变 你们当初所讲的这些条件 都已经改变了吗 另外也要跟社会大众说明清楚 COP28 所谓谈到2050核电要三倍 这并不是大会的共识 是有人提出这样的一个主张 但不是大会的共识 大会的共识是要 再生能源要增加两倍 用电效率要增加一倍 这个才是大会的共识 我们一定要跟社会大众清楚说明 你们今天不是只有要核一 核二核三要演绎 你们不约而同都核四 通通都要重启 公民投票已经通过了 你们今天在这个场合上 说还要再重启核四 那你把那个公民投票的法律效力 置放于核地 这个必须要跟社会大众说明 我当初之所以说 没有把新兴的核能科技算在内 是因为我的任期两任也才八年 新兴的核能技术什么时候 可以成熟问世 这个是不知道了 所以我才说 我们必须要考量到 我的任期只有八年 并不是说我的能源政策的规划 只限于八年 我也希望柯市长 柯主席不要误会 接下来的时间 我想要来谈谈 国民党 为台湾带来哪些祸害 第一个 国民党带给台湾社会的第一大祸害 就是国民党死报 一个中国的神主牌 造成国家认同呼吸 影响国内的团结 过去国民党是反共的 是要反共大陆 消灭万贺共伪 解救大陆同胞 过去国民党也曾经带领国人 打过古灵头战役 八二三炮战役 还有一江山大成岛的战役 曾经守护过中华民国 也守护过台湾 但是后来坚国先生知道 反共无望 也因此推出了十大建设 禁用大量的台籍人士 并说出他在台湾居住了四十几年 他当然是台湾人 虽然他来自大陆 也是中国人 换句话说 他是走落地生根这一条路 放弃了落叶归根 我们再看看现在国民党 以马英九 赵少康 韩国瑜 朱立伦为首的国民党 不失如何落实蒋经国先生的路线 却反其道而行 第一点 不但不反共 而且亲共 第二嘴巴说要守护中华民国 但是一方面 反对军购案 背一个国防自主 第二方面在政治上又接受九二共识 完全无事于习近平在去年二十大 中共二十大会上 已经再次定调 所谓九二共识 就是一个中国原则 就是一国两制 完全没有中华民国存在的空间 第三个在经济上 还要重启福茂 准备开放大量的终身来台 将经济要再度的锁进中国 完全不理会台湾社会会遭受多大的冲击 金国先生说 没有台湾问题 只有中国问题 但每一次 中国对台湾进行威胁的时候 马英九为首的这些国民党人 都不断的批判政府 批判台湾 挑衅中国 我要让全国的民众来评评理 国民党对得起金国先生吗 对得起生养他们这块土地吗 对得起广大的台湾人民吗 国民党带给台湾社会的第二大祸害 就是国民党黑金体质不改 伤害民主价值 影响社会安定 国民党的黑金体质 在两千年下野之后 完全没有改变 他们仍然紧报新店的罗家 台中的原家 云林的张家 还有花莲的富家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不分区名单里面 不是正二代 就是地方势力的代表 国民党所提名的 区域的立委候选人 充斥着 有性骚扰被判刑确定 有被控窃占国土 有被控扎领建保会 还有炒股入议这些人 就可以看得出来 国民党仍然紧抱着牛鬼蛇神 黑金的体质完全没有改变 在这种状况之下 如果把国家交给他们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国民党带给他们社会的第三大祸害是 国民党未取的政权不择手段 首法 第一个首法就是汇选 过去国民党 国库通党库 国库通私库 官商勾结 谋起不当利益 再来进行汇选 巩固政权 现在国民党被司法单位 判刑汇选 确定在案了 比比皆是 钱从哪里来 有人说 钱从中国来 希望司法单位也能够查一查 第二个手法是 用扭曲 造谣 抹黑攻击的方式 来想要赢的选举 这个可以从 林北好游 结合国民党的党工许泽斌 可以看得出来 由这件事情也看得出来 国民党 党军是仰在 网军是仰在中央党部 创造假消息 扭曲事实 攻击对手 攻击政府 这个就是国民党的 第二个手法 第三个手法是 挟中国外力以致重 台湾每一次大选 中国一定介入 希望能够扶持 亲中的政权 因为用买的 用骗的 比用抢的容易 这一次更加的严重 无论是用战争 与和平的大外宣 或是赵少康 说我是和平的恐怖分子 贴我战争的标签 或者是利用 EGFA 以伤逼政 通通都是在 国民党运用的手段 无非是用 想要取得 赠钱 侯市长 应该跟国人说明一下 国民党的副主席 夏立言出访中国 为什么隔天中国就 商务部就公布 对商务的调查 然后对EGFA 就采取行动 有没有 里应外合 国民党 有没有借用 中国的力量 来取得这个政权 侯市长像一个局外人 政治他是一个门外汉 他所提出来的政策 或者是他的论述 通通都是 马英九为首 这些人的主张 所以支持 侯友宜 等于支持 马英九 等等这些人 侯友宜当选 等于一中势力 互辟 等于黑金王朝 班师回朝 对台湾 对国家的发展 绝对不利 因此我希望 全国父老乡亲 能够支持台湾 长期以来跟大家一起打拼 的民主进步堂 过去我们共同为民主打拼 未来我们共同为和平奔斗 让台湾更安全 经济更发展 人民安居乐业 第16任总统副总统选举 中央选举文会所举办 第二场总统候选人电视证件发表会 到此圆满结束 感谢全国观众的收看 欢迎各位观众 于12月28日下午7点 在台市继续收看 第三场总统候选人电视证件发表会 同时提醒全国选民 113年1月13日投票时 请记得期待国民身份证印章 及投票通知单 谢谢 满20岁的选手们准备好了吗 得分秘技 让我们传授几招给大家 比赛开始 来啰 不明选误消息不能信 上中全会网站查询才安心 113年1月13日临时期 就算投票日了 用LINE脸书等各种方式拉票 会被罚钱哦 投票日当天不能再进驻选 错误通通out 1月13日你就是选手 一起为民主得分 1月13日专手准备好买 得分比赛 让我们团阅几招给大家 第一条 投票三三步 公平千分前 一岚也还有投票同提堂 第二条 专闭要领三丁票 赚票以后爱购道于票费 第三条 6月以下以同 可以作为新的投票所 别人不用烦恼 1月13日你就是选手 作为为民主得分 比赛开始 来咯 1月13日 万一这些选手准备好吗 这份比赛 本来的传输既成本帝家 去选手 投票在三步 外面十分针 我们的 还有投票同提担 去选手 先去选三串票 选票过后 去选票票贵 去选手 选择以下的一桶 做得共和青年投票所 海涅不是繁荣 营业是赏 营业的选手 共和民主得分 比赛开始 来咯 满20岁的选手们准备好了吗 满20岁的选手们准备好了吗 得分秘技 让我们传授几招给大家 招式一 投票带三宝 国民身份证 印章 还有投票通知单 招式二 选举要领三张票 签票后记得投入票轨 招式三 六岁以下儿童可一起进入投票所 大人免烦恼 1月13你就是选手 一起为民主得分 比赛开始 来咯 O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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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明选物消息不能信 上中全会网站查询才安心 113年1月13日临时期 就算投票日了 用LINE 脸书等各种方式拉票 會被罰钱喔 投票日的当天 不能再进注选 错误通通奥 1月13 你就是选手 一起外民主得分 你就是選手 最會為民主得分 比賽開始 來囉 1月13日 你就是選手 最會為民主得分 也不是反弄 影片設賞 我們就會限速 跟花瓶明珠在分